今次我們要看看歐美市場情況 Michelle, 經濟衰退一般都不利於股票市場 今次我們要看股票市場前徑 沒錯, 歐美的經濟衰退仍然是我們的核心假設 所以我們在未來6至12個月 仍然低配股票 首先我們見到經濟的前景仍然不明朗 美國和歐元區的通脹水平仍然上升 這樣意味著決策者會有更多的緊縮措施 加上銀行業的動盪 激制了投資者的情緒 可能會進一步令到2023年的全球盈利增長 帶來一個壓力 其次我們見到由以往的經驗來看 經濟衰退出現後 通常會導致市場對於收益預期有急劇的調整 所以股票市場只有在經濟衰退後一段時間才會見底 由圖表入面我們也見到 在以往的10次經濟衰退入面 股票市場平均下跌了11% 並且在過去的3次衰退入面 股票的下行幅度特別是厲害的 短時間之內我們仍然相信市場的盈利增長 仍然會受壓 股票市場可能會進一步下跌 但同時我們都預期一個改善前景的關鍵指標 究竟央行何時會開始專注支持經濟 而不再像以前一樣 透過緊縮的政策去到對抗通脹 接下來我們一起看看我們身處的市場 我們對於中國和香港的股票前景有怎樣看呢 沒錯 相比之下 我們對於亞洲股票的看法就很不同 亞洲除日本的股票 目前是我們最看好的地區 而其中一個很關鍵的因素是因為 中國市場佔了亞洲除日本市場的40%以上 而歐美的衰退經濟風險上升 亦都令到資金流入回亞洲市場 由圖表入面我們會看到 當美金走弱的時候 亞洲股票通常都會走強 而我們預計在未來的6至12個月 中國股市將會跑贏亞洲除日本的股票 3月初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亦都強調了優質增長和經濟穩定 在中國重新開放之後 一些利好的商業政策大綱 和房地產行業的刺激措施 以及地區的盈利增長預期 將會進一步提振投資者的情緒 而且中國股票的股值仍然是非常吸引 目前市盈率是比較亞洲除日本股票 有大概19%的折讓 遠低過8%的長期平均折讓率 而細體從行業來看 我們亦都看好一些中國持續復甦的行業 例如通訊服務業、非必需品消費、科技和工業股等 我們繼續討論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